字幕提供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慶 冰凍狼 我是JD 最新的数码寶贝推出一番賞 我都不會去拍這種裝扣的企劃 我這個人比較節儉一點 但是我們JD大蛋呢 提供我們一整套 對 這樣講的好像我在裝扣 沒有 沒有! 我們是智利跟這個有愛之人分享玩具的文化 這次的順寶貝一番賞 光を放つ立つ力 很講究這個CP感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獎項 因為其實一番賞他的這個設計有沒有 他們這幾年你不覺得有那種文藝復興的感覺 有有有有 就是我們這些二十歲三十歲的人 突然我們的童年都一直出現對不對 對沒錯 如果你有在關注的話 上一套他就是初代的被選造的孩子 這一次的企劃就是走到他們B仔獸跟 雞耳獸 所以未來或許喔 可能後面還會再繼續推出 這個一番賞我自己也期待很久了 上一次的那一代就是很帥嘛 他們兩個出鏡率很高 那我自己呢 我是這個零二粉絲 帝王龍甲獸的商品就比較少 看到帝王龍甲獸用這種方式製作出來 我覺得非常興奮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希望像我會這樣子去分享 我不是轉口 我很怕人家覺得我在轉口 因為我是玩具店老闆 玩具這個東西就是要拿給有愛之人 他才會閃閃發光 就想要在這個數碼寶貝 全台灣我最喜歡的頻道 他在這裡綻放光芒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也要介紹一下說這每一個獎項 就有我 今天要把他給你介紹 好 並沒有特別說我們一定要抽到大獎 他其實每個小獎的設定 都符合他這一次的這個主題性 所以你看從小獎的部分的設計上 最小的應該是G獎 那G獎這種其實就是現在收藏家很喜歡的那種 有點半透明的 塑膠材質的海報 然後你可能加個相框什麼的 其實他就很有質感 他每一個獎項都是蠻精心設計的 沒有以前那種可能印之前用過的 對對對 圖案上去的問題 對對對 有這個這裡有這個 雅谷獸 家布獸 奧米家獸 天使獸跟天女獸 這組CT其實很少出這樣子的周邊 帝王龍甲獸跟基甲龍獸 真紅顏騎士獸 墮天地獄獸 蔡依阿和 基本上一到三代的粉絲買這個都不會虧 對對 你講到很關鍵的地方 這是我想 喜歡找你們的理由 就是一般場這個圈子 其實非常需要大家去理解說 熱愛粉絲而言 他光看這些獎項抽到在跳棍 就很爽 對就你也不用執著說 我要A場 B場 C場 其實這一次小獎 他還有誠意 你看像他這兩隻走那個進化線 對對對 當初的那個畫面 他其實這種海報 可能會有人覺得 欸海報不就平面的 但是海報沒有收藏的那個空間問題 你只要表在後面就很漂亮 而且質感很好 對對對 主要這次的質感很好 我剛有看到實體我覺得超帥 再來是F賞的部分 那F賞的部分 我覺得官方有去做一個改制 其實他早期 最最最早期他是做那種 用橡膠材質去做小吊飾 但後來他叫吊飾沒用 所以他就做成橡膠的可能杯墊 這個是杯墊 對然後他有慢慢進化 然後他發現杯墊好像實用性也沒有 所以近期有一些會推出一點類似擺件 你看如果這個 然後我們用一個小力架 然後搭配可能公仔去做擺放的時候 就很帥 就很帥 我覺得很賊 如果你是有抽上一次一番賞 對對對 那你有get到喔 他的其實在設計上就是有這種 成仙其後的感覺 就你有買第一組 你就會想要買第二組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們進行還會再加入一些 實用價值的東西 不論是景品線或產品線 他們在中低收藏價位這個部分 他會希望融入 我們的生活風格 所以看他這個12CM這個 就是做捲線器 就是我們常規可能充電線那一些的 這個神聖計畫的捲線器 他很用心耶 他這個是進化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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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那這個是 key case 放鑰匙喔 對 他會有一個是 我們的鑰匙是不是 平常他上面有一個洞對不對 然後他讓你插過去 他可以變成鑰匙頭這樣 然後就一個變成造型的鑰匙 然後你比較不容易不見 接下來就是最後這個E賞 這就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現在組合最尷尬的一個小賞 這個小手帕其實實用性不高 那多半的粉絲可能都會把他吊起來 當成那個掛軸方式去呈現 可是 因為他跟這個G賞的質感印刷呈現上有點落差 往常期大家對這個會比較沒有那麼熱 可是E賞有情緒價值耶 對對對 他有第一代的八個小孩的徽章 對對對 那這個我覺得還蠻值得紀念的 嗯 這個奧米夾壽 這是成對的 對 他可以這邊組合在一起 另外一邊也組合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會想要跟你們分享這個東西 就是說玩具圈的話 我覺得很難去理解到一番賞 他是很用心在作業企劃 這個手帕很棒 再來是這個E賞 這就是現在的小型壓克力牌 我覺得這個力牌也很棒 萬代推出都是數碼寶貝的公仔比較多 對對對 很少出人的 人型的立體物 特別是萬代基本上都是集中火力在一代的孩子 這一次的一番賞 集中在二代跟三代的孩子 還有九種嘛 二代的六個孩子跟三代的三個主角 啟人劍梁還有劉姬都有登場 五年都還記得 所以你自己如果有收藏一些 從紅色色的公仔 然後你前面沒有 沒有啟人可以擺 這一次是很好 對 你講到了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其實 你看台灣的文創產業 他會使用壓克力去製作 公仔的建模跟整個QZ的過程很複雜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幫小粉絲實現夢想的地方 你喜歡的冷門角色 他根本就不可能推出什麼 對啊 對你只能在這種地方找夢想 我不針對哪個角色 但零二組明顯那個 伊之跟小金就是人氣比較低的 對 基本上如果你是推他們兩個 你很難有機會收到這種立體物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最近有出那個零二電影版 零二現在角色的周邊 都是以零二電影版的人設為基礎 無論你喜歡小賢阿阿武阿 你比較喜歡小時候的造型的話 你還是要做這個 對對對對對 這就是現在一番賞 這幾年我覺得他最有趣的地方 那大獎的部分 這一次其實就是不用多說了 設計脈絡還是要有大哥 他們日本並不會把一般賞當成量產品 所以他會加入一些圓形式 像這一次超到圓形式跟上次一樣 嗯 就是有人會說風格有點跟樹嘛 這種流線型有點衝突 但是加入一些生物感 他叫做這個 炎昌龜厄 炎昌龜厄 他的這個頭銜叫做這個 九州造型恐龍 太帥了吧 超帥的 就是他的肌肉纖維會拉得非常的乾扁 這個就是上一代的改色嘛 對 然後圓形應該是一樣 但是他的風格就是 你等一下開那個帝王龍甲獸 或是甚至紅蓮奇獸 你就會發現 像金屬的部分 他會做很多戰損的紋理 嗯 他會很寫實化 他會有一點2.5滴的那種感覺 對 現實去做一個接軌 然後帝王龍甲獸 因為他本體還是有點爬蟲類的那種 對對對 動物的姿態 所以他會在胸肌跟腹肌的地方 做出很多生物感 我覺得這很帥 因為帝王龍甲獸 特別適合這種風格 對對對 這一次的這個賞品 其實在收藏就是非常受歡迎 特別是三代粉絲 最近有點餓啊 最近很少出三代的東西 基爾獸跟紅蓮奇獸獸 C賞跟B賞 根本就是不能錯過 沒錯沒錯沒錯 而且B賞這個是他的特效嗎 對 他其實一番賞的部分 例如說你看 像A賞他的尺寸比較大對不對 他下面其實都會寫建議尺寸 那像這個 他比較沒有那麼多細節跟分件的話 他們會為了增加那個造景感 把底台去做出一些強 這很帥 對對對 他比單純獨立的 就會再更豐富一些 這就是現在一番賞 官方套我覺得真的非常棒的地方 他們是很認真做企劃的 從上一代那個戰鬥暴龍獸 有些人覺得 欸會不會太狂野一點 沒有那個數碼的感覺 但是這個風格 剛好適合我們的黑暗戰鬥暴龍獸 對對對 他原作就比較狂野 對他本來就是戰鬥狂 所以我覺得黑暗戰鬥暴龍獸 特別適合這個顏色 對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是這一次的C賞 因為他C賞 其實就會選主角的 兩隻比較初始的那個 然後上一次的雅骨獸 跟加骨獸 就有人覺得做得太過了 所以這一次你看他在 V仔獸跟基爾獸 上面他其實就有熟練 比較可愛一點 上次很恐怖耶 就是我在加木獸這樣 對對對 然後毛全部炸開這樣子 對對對 所有些人不能接受 但那時候其實網路上真的有討論 覺得有點太over 成長期可能確實可愛一點 OK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救濟體 完全沒意見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玩個小遊戲 整套這樣子拿著抽 那種感感好像不太好 就沒有那個鬥爭感 對沒有那個鬥爭感 我就是想說 這次我們可能接下來幫觀眾抽個五抽 接下來的五抽都是for觀眾的 如果抽到大獎怎麼辦 就送出去這樣 這就是分問題耶 原來刺激感是在這個部分喔 回控一下嘛 好那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今天的決鬥規則 我們兩方呢 會各抽出五張 喔 然後這十張呢 送給我們 訂閱冰凍狼 跟訂閱我的 觀眾朋友 我們會在FB看一個活動貼文 大家就在下方 把 訂閱兩邊頻道的截圖 拼在 要留言什麼 留言信 是甚麼寶貝 台灣第一把教育 沒有沒有 愛 沒有沒有沒有 只要留言愛數碼 截圖 訂閱我們兩方頻道的這個 要自己拼好喔 圖要拼好喔 附在你的留言裡面 那就可以進行這次的抽獎 我們要抽出十個獎項 抽到甚麼是甚麼 然後順便有種歐氣比拚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喔來來來來 那我們就要來開了 好 我沒開過整包的 天啊 先來第一張 好那我也拿一張 好 這我是抽對角派 喔有Mega是不是 沒有沒有這只是一個玄學而已 靠 那你知道現在怎麼抽嗎 現在流行是這樣抽 就是你這樣撕開是馬上就知道 對對對 現在流行這樣 蓋起來 疊在後面 這樣 沒有錯了錯了 你這個這個要放在後面 呵呵呵 這樣這樣這樣 像這樣 我還沒看到 對對對然後這樣咪 喔咿 喔咿 然後先露出屁股 有沒有 阿F 阿阿阿 這樣 欸我是G 喔喔喔喔 所以我還輸是不是 對 好爛喔 不是啊 O7大比拼就是要比誰前面啊 好 再一張 來 來 我一樣走邊邊 好 濱海公路路線 阿G 耶 阿我是1 G也沒有多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彼此彼此 呵呵呵呵 喔觀眾 你們祈禱一下有個ABC吧 我所以你是主打這個中路的路線啊 嘿嘿 來喔 3 來 GO 我還不好 欸 欸 欸 C賞 哇 哇阿我是F欸我好爛 贏了 哇 C賞 輸不了了 哇 C賞有幾個 C賞有3個 4到3個 喔OKOKOK 而且C賞它是一個set喔 喔 它有兩組 它不是分開的 喔 所以它是一整套 對它在這邊 它一場 它一個就是兩隻 然後你抽到它就是兩路 它不用分款這樣子 太帥了 對對對 好我們先幫它放在這邊 對啊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過耶 哇 我還是要抽別人 真的 好 好再來 我們要扳回一層耶 我來這邊 啊 海豹 你什麼 F F 還可以還可以 1 2 3 最後最終 最終局決戰 好最終決戰 所以說目前我好像沒什麼贏面 那我要學你 我要打你中間 未來 我我我這次邊邊 好 D 喔我是G 欸不是你嚇到我 你剛剛 拖一下 我還想說我是什麼 做效果 OK 其實那還不錯 就每個賞都有 嗯 就是沒有大獎的部分 CDEF都有 確實啦 AB沒有有點可惜 但是那也沒關係 不過呢 就是我們這一番賞的 這個遊戲樂趣 是 就是這個主打分享 所以我到信也有在進行這個 頻道會員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這個 特別 額外 贊助一隻這個 A賞的 帝皇龍甲獸 感謝 感謝JD 我們的主旨就是 到處散播玩具的歡樂跟愛 好 非常感謝今天冰凍狼 A賞 JD提供我們的 蘇瑪貝一番賞獎項 耶 他來信的時候我嚇得到 想說真的有這麼好的事嗎 真的有 這個如果可以 真用這個台灣的 蘇瑪貝第一把交易 來散播這個 玩具的歡樂跟愛的話 那是我們的榮幸 今天好棒 你提供我好多情緒價值 沒問題 我們的頻道專門提供各種情緒價值 因為我現在就難免 代用你頻道一點時間 就是我現在要宣傳的事情就是 玩具現在在這個時代 最重要的其實已經不是 這個多少錢 這划不划算 重要的是情緒價值 真的 他沒有回憶他沒有情緒價值 他就是一塊塑膠 對 他現在有這些回憶的人 把他放在自己的桌子 工作桌 多舒服 那是一種時光景 看著帝皇龍甲的時候 就想到那個片頭曲 那個片尾曲 進化啊 那些劇情 噔噔噔噔噔噔 你撐不下去的時候 看一下就好 我們難怪是為了什麼 來到這個社會 我們最後 好好介紹一下 ABC賞吧 這是數碼寶貝一翻賞 C賞是我們的V仔獸 與基爾獸套組 V仔獸登場是數碼寶貝 大冒險02 是成長期的小龍星數碼寶貝 在劇中有多種進化路線 在戲外更多進化路線 是我在數碼寶貝系列中 跟家布獸差不多喜歡的 數碼寶貝之一 在比基尼中跟大福的羈絆 讓我在電影院哭了出來 期待V仔獸在接下來的故事也能有表現 同套組裡面收錄的是 第三代的主角數碼寶貝 飢餓獸 登場作品是 數碼寶貝 迅獸師之王 是紅色的爬蟲類數碼寶貝 由主角啟人親自設計 可以說是他的親兒子 飢餓獸雖然非常強大 但精神上跟嬰兒差不多 第三代不知道有多少粉絲 被這對父子情弄到掉眼淚 飢餓獸是第三代粉絲 不可能不喜歡的數碼寶貝 這個獎項跟立牌放在一起就很有感觸啦 接下來一樣是來自數碼寶貝 迅獸師之王的獎項 B賞 紅蓮騎士獸 魂豪四項 這是基爾獸跟騎人 進行Matrix Evolution 進化而成的皇家騎士 戰損感做得非常好 整體設計有躍動感 底座的造型是劃破雲城的設計 我推測這次致敬紅蓮騎士獸進化之後 從雲城穿出的畫面 再來是A賞 帝皇龍甲獸 龍型態 魂豪四項 帝皇龍甲獸是02的主角救濟體 也是02的代名詞 雖然在劇中戰績超級難看 但是進化畫面甩到爆開 是童年中特別有印象的數碼寶貝之一 最佳表現應該是上一部電影版 The Bikini 終於帥了一把 這次的一番賞 更加著重描繪帝皇龍甲獸狂野的形象 是我最喜歡的獎項 來到最後一場 黑暗戰鬥暴龍獸 魂豪四項 他是亞基利獸使用100座黑暗之塔產生的數碼寶貝 擁有力壓02主角群的戰力 如果你印象中02主角群都在輸的話 八成是這位人兄的錯 因為他實在是太強了 這款黑暗戰鬥暴龍獸當作最終賞 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算是給粉絲的驚喜 造型算是沿用上一代的戰鬥暴龍獸 不過塗裝整體改為金屬質感 並在肌肉紋理的塗裝做出漸層 被許多人詬病過度髒狂的設計改動 反而超適合黑暗戰鬥暴龍獸這個戰鬥狂 你喜歡這次的數碼寶貝一番賞嗎? 趕快訂閱冰凍狼 來信你的FB粉專參加抽獎 我們會抽出10個幸運觀眾 拿走影片中的這幾抽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按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想要哪個獎項呢? 你會想要抽這次的一番賞嗎? 是否期待數碼寶貝下次的一番賞呢? 都歡迎留言討論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麻煩了 enden 再一個